马正格 68岁 丧偶 长春市公务员退休 退休金5800元 有双宝 住房年纪155平米 马大哥上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退休前是一名副处级的警官 退休以后却穿上了围裙 成为了一名超级奶爷 把三个孙子照顾到了上学的年纪 他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幸福了 喜欢开车自驾游的马大哥 只想找一个不凡孩子的人 周末在家带着孩子 平时没事呢 就开车出去看看风景 节目播出看不看呢 看了 哎呀 看这两个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都懂 你觉得咋样 还行吧 你有没有觉得你在电视里还挺帅的 那我本身就挺帅的 本身就帅 这视频上电视更帅了 更帅 就老帅哥的 对 要咋说老帅哥呢 老多人也相信你了 节目播完 我一刻不找 不合适的我不找 上次马大哥的节目播出后 我们节目组就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女嘉宾的电话 说对这个顾家的超级奶爷很有好感 这不 家住在四平市黎树县的林小梅林大姐就是其中的一位 大姐 您好 红娘甜甜 您好 林小梅 六十四岁 丧傲 黎树县郭家店植物油厂工人退休 退休金21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79平米 那个 我现在给我姐姐打个电话 你干啥呀 我那个 就心里不踏实 就像没有一块儿似的 姐 你现在过来吧 红娘来了 红娘刚进屋 林大姐就给姐姐打去了电话 让姐姐赶紧过来陪她 大姐说 自己家里兄弟姐妹七个 她是最小的 所以这哥哥姐姐是处处都替自己操心 很多事都不用自己拿主意 甚至对于这次相亲都是姐姐替她报的名 反正 啥是啥的 就是自己也做不去主 所以说我姐姐就吉利地 就是上咱们来陪我去报名去 是你姐姐帮你报的名 对 林大姐说 自己是在电视上看见马大哥的时候 才有了要报名的想法 可是当时因为摸不开面不好意思 一直在犹豫 后来姐姐果断替自己做了主 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故事 正当红娘和林大姐闹得起劲呢 这敲门声突然响了 我介绍一下 这是红娘 甜甜 你好 大姐 红娘姐姐 这是我姐姐 你别拖着鞋了 刚才那个大姐说 是你给她报的名了 我给她报的名了 她也不算收拾太大了 对 你不敲我时的 对 还是找个伴 是不是 对 对 那有人陪伴她 姐姐说了 林大姐的爱人在今年的二月份 因为肝癌去世了 林大姐一直走不太出来 所以家里就想让林大姐赶紧找个伴 但是啊 这林大姐一脸的磨不开肉 是真让姐姐跟着着急呀 看到马大哥 姐妹两个人都觉得挺好的 所以就给节目组打来了电话 替林大姐报了名 姐你觉得那个大哥是哪方面挺好的 然后觉得她跟那个咱家伴得好 我看她是和她先讨那个对象 先说说话呀 鞋子咔嚓的 你们办事啊 虽然说她没办事 但是一言一行 瞅出来这言行 你看那